草存鎮公所為了更落實照顧鎮內社區長輩 特別用心舉辦趣味競賽 鎮內各個社區都聚集到體育館參與場面十分熱鬧 我相信我們社會福利的業務裡面 尤其在年輕的業務可以說非常重要 尤其政府經常一直來推動樂齡的活動 樂齡美其名就是我們忘記我們自己的年齡 要讓我們的四大人感受非常快樂 來過每一天 不然只快樂每天都像活力旺 我們都很有活力、很有元氣 都會覺得非常充實飽滿的一天 而活動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長輩們平時在社區所學的 都能夠在此展現 跟希望長輩們能在活動中 學到運動家精神與團隊默契 辦這個活動很好 讓這六位大家很深色 大家做好 有講有笑 很開心 就這樣玩很舒服 很快樂很開心 前議員林友宏不僅肯定政公所辦理活動的用心 更希望未來能夠持續舉辦 讓政內社區長輩可以快樂健康的生活 我想欲叫欲樂的一個方式 簡單的參與比賽 讓他們會覺得有一點點競爭 但是是趣味的競爭 我相信是我們社大人很好的一個照顧 我們也願望未來政府的長輩2.0裡面 可以增加累積的活動 讓社區的頂部可以感受到老年的生活 我相信這是我們大家共同要面對的副作 期許藉由政公所所舉辦的區位競賽 能夠激起長輩們相信力與團結力 更希望長輩們可以藉此活動身輕 拉近彼此情感 藉著李永勝草屯採訪報導